看到小貨車搖搖晃晃 許多遠景趕緊靠前 只見兩名遠景緊貼著小貨車 紅燈也不放過 一綠燈就要求駕駛下車盤查 停在路口的停車閣 直接一查 嚇一跳 警方當時在這個路口進行一般攔查 發現到它有喝酒測的酒測值是0.21 而要開單的時候查詢資料 更發現原來它還是呼鎮系統上登記的死亡人口 攔酒駕竟然到了死亡人口 連遠景都傻眼 事發就在這個月4號台北市大同區路口 原來這名租金男駕駛表示 以前曾經開設代書事務所 但是因為挪用了一名黑道大哥的錢 結果投資失利來跑路 不想連累家人 這一跑就長達22年 而家人在他失蹤7年後 就將他登記死亡 在法律上面等同是一個活死人的一個狀況 沒有辦法辦理任何一個跟法律有關的行動 護震單位強調警方遇到這樣的情況 必須通報地檢署 讓法院註銷當事人的死亡證明 司法通報護證單位 才會恢復他的法律身份 警方卻將球踢了回去 這當事人他在現場有表示說 他不想連累家庭 所以他就不願意說去到法院去做他那個 做死亡宣告的撤銷 強調不用硬性通報警方得尊重個人意願 但該如何證明這個死者依然活在世上 若是法律上死亡的男駕駛趴趴趴犯下刑案 到底誰該負責 警證護證針對活死人同報 恐怕程序有所瑕疵 這裡是楊中盛 你現在可以採訪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訂閱按讚讚讚讚開啟小鈴鐺 在湖凍